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同学,在这个部分当中,我们要介绍28027 就是我们这门课所用到的互动晶片的一些规格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晶片的功能是有哪些周边之后 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 我們會更清楚的知道說 我們如何來使用這個晶片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這個晶片到底有什麼呢 那我們來看我們這門客所用到的28027 它基本上它是一個 我們用這個定點式的晶片 然後它屬於Piclo系列 它配合32bit的微控制器 它控制我們一些 這個SHIP本身的一些周邊設備 好,然後接下來這個圖來說 就是說我們這門客會用到的是這個硬體 那這個硬體基本上你可以去網路上 去TI的網站上就可以去 去去去去去 order 好,那這個硬體基本上 大概價格也不貴 大概一兩千塊之內就可以買到 它叫做它的叫control stick Piclo的control stick 你就可以去買到 然後這個是怎麼樣 是它是一個更一個開發板 就是說你可以把這個 它可以設計一個板子 讓你插在上面 主要是讓你把一些IO拉出來 讓你更容易來操作 好,例如說它可能有一些 一些腳位 它必須來做一些實驗 你可以透過這一個 這個板子設計 上面有一個DS的晶片 它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你可以怎麼樣 好,可以把一些腳位拉出來 好,這都是可以上網路可以買到 好,所以各位如果在家裡 要來上這門客的話 我想可以上網直接去訂這個 這個28027 control stick Piclo系列這樣的一個開發板 這都是很輕鬆的事情 好,那這一個硬體上面 我想先介紹一下它有什麼 主要它是可以插在 我們的USB上面 所以各位如果買回去之後 可以直接插在你的筆電 或是你電腦上面 好,那它透過它這邊有個chip 它主要是做一個onboard的USB 跟JTAG的imulation 就是說,基本上這個DSP 它有一個JTAG的一個Debugging的介面 這個JTAG怎麼樣 這個JTAG介面同時可以讓你去模擬 讓你整個模擬器 讓你從PC去模擬這個chip 它這邊透過這個晶片 讓你去把這樣的JTAG介面 轉成USB的介面 所以它裡面晶片 這個板上面都有這樣的晶片的處理 這顆就是我們講的28027這個晶片 它是48Pin的封裝在這邊上面 那這個角位就是說 我們它把一些周邊 例如說我們要做一些ADE的一些角位 或是一些GPIO的角位 拉到這個排線上面 讓你可以做額外的擴充 然後這邊有個電源的一個LED 讓你看到說 是否這個電源是否供應正常 也有給你另外一個LED 讓你做一些GPIO基本上的一些使用 例如說你可以去設定這個GPIO 就可以去Toggle這個LED它的閃爍 然後這邊我剛才講的USB的介面 基本上它這個硬體就像這樣 所以很簡單的使用 它價格也非常便宜 不像我們以前在做這樣的實驗的時候 可能額外還需要一個EMULATOR 才能去做這樣的實驗 然後這個2802X它基本上 它有些不同系列 例如說它有2021 2223 2627等等 那這邊列出來說它每個不同系列 所以它基本上它裡面包含 它裡面的工作時脈 它裡面的Flash的Size 甚至它的RAM的Size 甚至它裡面是否CLA 或是說它有沒有這個類比的比較器 有幾個 然後它的ADC有幾個channel 這邊都有寫出來 那這邊特別說明說 如果有通常以27來講 它有兩種封裝 一種是38Pin角 一個是48Pin角 所以38Pin角就是7個channel的AD 如果是48Pin就是13個 那這邊PWM的數量 甚至它支援一個 High Resolution的PWM 這邊它包含哪些串列通訊 這邊都有寫在這邊 所以這個圖就可以說明說 它這個2X系列的硬體的特色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硬體它基本的內部的方塊圖 從這方塊圖當中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它到底裡面有什麼東西 首先我們來看 第一個 這是它的CPU 是32bit的CPU 在這邊 這是它內部的架構圖 接下來 這邊有一個 這個 這個 Single Access RAM 所謂它是怎麼樣 所謂Single Access RAM 就是說 它可以當你程式快速執行的時候 它可以綻放你的資料 它可以讀取或寫入 都需要整個執行 執行周期的時間的存取 它甚至 它也可以放一些堆疊的資料在這邊 它Single Access RAM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到說 這邊有一個Boot RAM Boot RAM 我們叫做啟動記憶體 類似於說我們PC的BIOS 也就是說 我們在系統裡面 也許可以先燒一些 你的程式碼在裡面 一旦POW ON的時候 電源啟動的時候 這程式碼就會去RUN 那RUN的目的是為什麼 它有時候可以跟外面的硬體溝通 例如說 透過這Boot ROM 去跟外面硬體溝通 溝通什麼 把你真正的程式 下載到裡面真正的記憶去 才開始RUN 所以這都是一些它設計上的技巧 方便說我們在設計的使用 接下來這邊有看到它有個Flash 例如說你可以用Flash 來存一些你的資料 以及初始變數值這樣 接下來還有這邊有三個CPU Timer 那這個圖基本上你可以在28027它的Data sheet裡面 都可以看得到 這個整個系統方塊圖 然後這邊也有支援JTAG介面 所以JTAG介面就我們剛才看到 它有透過USB跟JTAG的轉換IC 就可以讓你有一個很小硬體就可以實現 不需要額外一個Emulator來做 所以它支援這樣的JTAG介面 它也有22個General Purpose I.O 它有22個通用I.O 讓你做一個I.O的輸入輸出 例如說你要外面控制某些東西 你需要I.O 或是外面某些東西你要輸入 當作一些判定 都可以用這些I.O 因為這個chip它只有48隻腳 所以它常常會有一些腳位是怎麼樣 共用 例如說因為它只有48隻腳 那如果它這麼多功能 是否腳很多呢 當你腳很多的時候 是否代表說你整個chip的面積變大 那chip的面積變大 是否整個價格成本變高 所以解決方式怎麼樣 它就會用 把很多隻腳的功能 share在一隻腳上面 那怎麼做呢 就是它在硬體設計 它會多一些這個MAX 來MAX來選擇說 到底現在的功能是要用在 用GP I.O 或是當作其他腳位的功能用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像這樣的MCU 你在設定控制上的時候 你很重要一件事情說 你在做之前要先怎麼樣 設定所謂IO的MAX 因為如果你設錯 你可能它腳位的功能就不一樣 所以這邊特別要注意 那接下來它支援了ADC 就是類比數位轉換器 比如說你從外面類比訊號 透過裡面這個ADC 就可以轉成數位訊號 它分別有A跟B這兩個 各是兩個總共八組channel 同時這邊我必須要提到說 它裡面也包含了一些取樣保持電路 那取樣保持這東西 我們在之前的單元也提過 當你數位訊號進來的時候 你必須做Sample 然後再保持 然後才能透過後面ADC的電路 做一個轉換 如果沒有Sample and Hold的話 它後面電路轉出來答案不會是對的 所以它裡面也包含這樣的電路 Sample and Hold 然後它裡面也有兩組比較器在這邊 然後它裡面包含大量的怎麼樣 串列周邊 例如說SCI SPI 還有I2C 都在這邊 然後它也有賣寬條片 它這邊支援了可乘式賣寬條片 所以如果你要做馬達控制 你可以輕鬆的寫完乘式之後 你可以規劃你所有賣寬的波形 在這邊都可以設定 然後它還提供高寫高寫輯度的PWM 然後最後它這邊有提供了一組的這個 這個ECAP 就是說它可以做一個 數位的這個訊號的捕捉 速度的訊號的捕捉 可以去量測 這是它timing 什麼之類的 這邊有一組的這個ECAP的支援 然後它的硬體跟周邊 我們來看一下 它基本上是 是用60MHz和時脈的磁音震盪器 所以換句話說它是16.67Ns的時間 所以它配合3.3V的這個電源 然後它提供標準iEEE JTAG介面 1149.1的介面 然後它怎麼樣 它是個高效能的32bit的CPU 然後它內部晶片 它有這個on-chip的memory 那這邊我提到一下什麼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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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AG介面 我想這邊然後怎麼樣 它有on-chip memory 然後它裡面有boot memory 然後它這個裡面也有 時脈跟系統控制 這樣的東西 那我在後面會說明 然後它也有外部中段輸入控制 它有128bit的安全鎖碼 讓你說 在程式寫進去的時候 不讓外面可以怎麼樣 逆向工程把程式碼堵走 然後它也有馬達周邊控制的一些周邊 還有串列的周邊 剛才講的SPI等等 它還有 12位遠13通道的類比數位 ADC的轉換介面 然後它還有 不同的低公寓的省電模式 包含IDO或STANDBY或是HOT 這樣的不同模式的省電模式的設定 那我們來看它的介角圖是長這樣 它是48pin的腳尾 這邊總共48pin 它分別是這些東西 腳尾可以這樣 那你可以參考它的datasheet 可以知道 所以你看到說 它每根腳尾其實很多功能 對不對 因為它腳尾數有限 所以它基本上 一隻腳常常share很多功能 那怎麼辦 你只好在硬體設定的時候 怎麼樣 先設定說 每個腳尾是做什麼用 設定完才能運作正常 不然會有問題 好 那我剛才提到說 我們JTAG是什麼 JTAG主要是說 我們在測試IC的時候 我們需要去測試 或是想要去知道量測它 一般我們就通過這種 JTAG這種介面 這樣方式怎麼樣 可以 會佔用 就是說 為了方便我們檢測的時候 進行 所以一般chip都會提供 這樣IC標準的介面 不需要額外提供一些 做一些 scan的電路 或是testing電路 來測試的IC 所以之前1988年提出 JTAG這樣的 Boundary Scan這樣的標準 最後納物I3PO1的標準裡面 通常是透過五字角 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剛才講 unchip memory 就是說它內建有 unchip memory 它可以存放程式碼 也可以存放 我們的Global的Variable 還有 可以作為動態的 這個Memory來使用 甚至你可以來放你的Cache 或是 來放你的Stack 或是你的Heap 這些堆疊 你都可以來用 然後它CPU的話 基本上它是 就像我們知道 我們CPU的bit數 主要是看它的那個 暫存器的File 就是RatchetFile的bit數來決定 來決定 這個CPU到底是幾個bit 基本上這是30個bit 它裡面包含了 Alu跟這些RatchetFile 跟這些Control Unit 當成 在它的整個Control的 Central Processing Unit裡面 然後它的Boot ROM 基本上它是為了說 晶片執行之後 可以來做跟外部溝通 的一個程式 的一個介面 可以真正在路 你想要在路的程式 那一開始Boot ROM 你可以先燒進去 你可以把這Boot ROM 放一些內建的標準的 數學運算的Table 然後外部中斷 它支援三種外部中斷 然後它的Clark 跟System Control 是怎麼樣 它透過內部的震盪 它提供了PL 手向迴路 手向迴路 手向迴路是一種 例如這種 運算放大器的 復回收的電子結構 主要它可以做一些 相位的鎖定 因為我們知道 一個chip裡面 有不同的周邊 它有不同的時脈 那怎麼樣做同步 就可以透過這些PL 來決定 它也有watchdog timer 讓系統 萬一當機 也可以知道被reset掉 馬達周邊控制介面 包含了事件處理器 也包含了外觀條片 也包含了高精準度 這些東西 那128bit 就是我們剛才講 它為了防止說 有人去盜取你的程式碼 它可以做一個 保護記憶體的功能 讓你沒有辦法去讀取 裡面的這些 Flash跟ROM的程式 那最後 這個serial peripherals 就是說它裡面支援的 SPI或是SCI 甚至S2C這樣的 通訊格式介面 類比數位轉換 這包含了它裡面支援的一些 剛才講的A channel 和B channel 各8組的12bit 的一個位元的 ADC介面 各位同學 在這個單元當中 我們介紹了 美國德州儀器 C2000系列的MCU 也就是我們的微控制器 然後我們也介紹了 我們這門課 會所使用的28027 然後我們也介紹 它一些硬體的特色 介紹了它哪些的一些功能 在接下來的課程單元當中 我們將會介紹它 某些功能 讓同學自己可以回去操作 所以你可以上網路去買 這樣的硬體 可以輕鬆在家裡 做這樣的實驗 完全做到我們這個MUX 它的精神 謝謝各位